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何耀耀 曾经我是一个记忆小偷 被真楼主以此为把柄要挟 最终沦为他最恶的帮凶 但当我发现他想要利用我开发记忆清除技术 把大家永远囚禁在他身边时 我彻底醒悟了 为了赎罪,我计划除掉真楼主 毁掉记忆机器,结束悲剧 昨晚十一点,我故意堵塞了马桶 叫来张修修后 我用提前下好睡得贼好的酒迷晕了他 今天上午九点半,我用糯米纸装了两粒 睡得贼好胶囊里的粉末 然后将伪造房间的道具,地毯,桌布,镜纸,全家福等装进编织袋 用轮椅将编织袋和昏迷的张修修一起 和货梯上到十一楼 十点,正好是不重要的记者约真楼主去天台采访的时间 我以测试机器为幌子敲开了真楼主的门 果然他让我现在家等他 我用最短的时间将真的客厅伪装成了自己家 然后将少量香薰液倒在了翻页时钟底座的托盘上 糯米纸药包加在了59分与00分之间 这样,当时钟从10点59分翻页到11点时 药包掉落,粉末与香薰液发生反应,产生毒气 10点18分,我打开直播并咬醒了张修修 借口给他泡醒酒茶,将剩余的睡得嘴好倒进了茶里 但我突然发现,张修修醒后便在屋里四处张望 我担心被他发现破绽,决定临时再做一步 为自己找一个脱身的说辞 按原计划,我等张修修喝完茶 用一半倒他,让他打碎全家父 再拿花粉,把他拥打 随后将客厅复原 然后,我在蒸的抽屉里找到一瓶睡得嘴好 拿了10颗胶囊,把粉末全部倒进他的保温杯里 空胶囊就带进口袋里带走了 10点半,我在货梯里接到蒸的电话 我告诉他机器需要检修,11点再来找他 这样11点他一定会在家等我 毒气装置生效,他必死无疑 回家后,我迅速把自己家客厅伪装成杂音现场 然后推着晕倒的张修修去了医院 11点35分,我和张修修从医院回到公寓 在电梯里遇到欧好房的信息 我将口袋里的空胶囊藏进了轮椅的中空管理 11点55分,11楼到了 我对着张修修走出了电梯 我对着张修修走开